一个对比色 然后今天心情好 那就画画世界啊什么的 特别爱用黑白灰蓝的色调 亭西反倒不喜欢 这个年纪偏爱的粉嫩色系 在画布上泼洒自己的情绪 压力随着画笔游走而释放 亭西的确从小就懂得 自我消化负面的情绪 从来不让别人为他心烦 他去参加那个英语说故事比赛的时候 那个因为学校有一个英文老师 就是专门辅导他这次的比赛 然后那老师他都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他练习了上百次 家里也是每天都会讲个几次 就是为了要让他非常的熟练这样子 那每天每天 就这样我们准备了 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准备的这个样子很累 我们也觉得说真的好辛苦啊 可是他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 可是他也能够接受 而且他觉得说真的是大家都很厉害 他在很小的时候很可爱 我觉得这天心是天生的 他满月的时候他晚上那次奶奶就不用起来 我就不用起来喂他就自己睡一觉到天亮 睡了六七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还蛮有福气的 可以生到他这样子 妈妈说生了亭熙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 当时家人为他取名亭熙 就是期望他能成为家庭的希望 而亭熙也的确没让他们失望 房间里头用的是满满的奖状和奖牌当作摆饰 不过最让亭熙宝贝的还是摆在书桌前朋友写给他的小字条 只是只字片语他也是一一小心保存 因为朋友就是他永保快乐的最大动力 可不可以问你你在窗户上画的那是什么啊 就是写功课学到很烦的时候 然后就想到跟同学在一起 然后就就是画一个GT 然后里面写Happy 这样做功课就会比较甘愿一点 亭熙不只带来了希望和荣耀 更为爸妈带来了欢笑和温暖 平时就跟妈妈很亲近的亭熙 其实挺人小诡大的 每年母亲节都有新花样 我知道他有偷偷地在准备 就是准备那天早上要煮早餐给我吃 结果那天真的很丰盛 他做了一个非常营养的三明治 给我吃这样子 前两年他就是做了这个小帮手兑换卡 我觉得这很好 他就说我需要的时候 我就可以拿这个兑换卡跟他兑换 他就是跟我捶背三十分钟啊 或者是我叫他做什么事 他就赶快去做啊 就觉得还蛮贴心的 小小一叠的兑换券每一张都画上不同的插画 细腻的巧思代表的是女儿的一份心意 所以妈妈是一张也舍不得用 即便如此 挺熙还是自动自发帮妈妈做家事 在家里头是乖顺的女儿 在学校里是老师的好帮手 同学的好伙伴 在每个角色每个领域里头都有亮眼表现 挺熙的秘诀何在 就是它能让心灵永保富足 我的最后名是快乐要摆在第一优先 因为我觉得没有了快乐 大概就什么事都做不成 就算有再多的金钱跟不好的友谊 也没有什么用 同样都拥有着绝佳的好人缘 接下来要带您看到的这位是西门国小的EQ达人 林宜珍 班上同学开玩笑的说是最爱欺负她了 因为据说她是从来都没发过脾气 怎么办到的呢 一块来看看 粉红色的那页贴满公主贴纸的回忆录 宜珍正在低头制作她的毕业写真 把六年的小学生活点滴全都浓缩在这一本回忆录里 柔柔淡淡的色调其实正和一真一贯的个性一样 永远都是那么的细腻柔软 纯真善良 这是我们之前在农场玩的时候 都是在农场 这个是同班六年 然后我们都一直以来都是谈心事或者是聊天 然后有时候也会打电话联络 然后生日的时候也会常去她们家一起庆生之类的 希望她以后还是可以常联络 讲起话来不急不许 轻声信语 宜珍一一细数过往点滴 同篇都是快乐的回忆 宜称号称是班上的好好小姐 上课见她主动为老师抄写黑板 一笔一画透露着好耐性 方方正正的字也恰如她的人一样 总是那么的公正客观 也因此所有不开心的事 班上曾经起过的纷争 只要到她这里几乎全都被处置的妥妥贴贴 倒不是因为宜珍特别长袖善武 而是因为宜珍有着一副好修养和诚恳为人的心 据说她从没发过脾气 这可让我们好奇了 小小年纪的宜珍难道真的这么豁达吗 有啊就是我问她 因为我宿主的问题不会来拿 她就很有耐心的交换 把我抓到 一针太好说话了 太好欺负了 太好欺负了 为什么我听到有人说太好欺负了 我偷烂醉贫 就是我偷烂醉贫 就要拿她的物品 然后障起来 跟她在跑 不理人吧 他不理别人 他不理别人 可是过三秒之后 过几分钟之后 她特别人 你看余蓁比较保守 余蓁太保不住 对余蓁太保不住 手信用 我偷烂醉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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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好姐妹笑说 最爱欺负宜珍了 却也最爱和宜珍讲心事 不过这样的宜珍 其实有个弱点 那就是她实在太害羞了 班上同学编排的舞 余蓁明明已经练了多时 在人前跳舞却又全乱了套 害羞猛低头 一紧张动作就忘了大半 实在有点惨不忍睹 不过正当我们以为 余蓁要放弃的时候 又看她在人群中精神喊话 想要再试一次 班上级舞步真的忘太多了 对 我知道 不能看同学 我给你真的看前面的人就好了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 看下就对 可是不知道看前面吗 就看你的前面 秋佩的动作就好了 不要看旁边 知道吗 可是她要看那边啊 对啊 对啊 看前面啊 可是佩佩在我旁边 佩佩在我旁边 你也看到她的洞 好 这边 你可以保在这边 好 好 我不知道 阿卓